理价已涨10倍 产业链企业打响理矿争夺战 专家预判供需紧张局面不会持续太久 日前 比亚迪宣布 其通过旗下子公司比亚迪智利分公司 提交了6100万美元的报价 拿下8万吨金属理产量配额 根据此前智利招标发布的内容 中标者将获得为期7年的勘测 研究和项目开发期 最长可延长两年 然后再有20年的时间来生产理研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署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比亚迪购买智利理矿开采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理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其成本增加 同时 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 以及动力电池核心企业 比亚迪拥有独立开采理矿权 也是其为保障未来供应所做的战略部署 事实上 不仅仅是比亚迪 伴随理资源供应紧张及价格的不断上涨 国内外动力电池企业布局理矿资源的步伐正在提速 对比亚迪以及宁德时代等头部动力电池企业而言 布局理矿开采领域都是为了谋求长远发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动力电池行业专家告诉记者 只有把关键技术和核心原材料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保证整个供应链体系的稳定 保证后期旗下产品对外的供应需求 眼下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正保持高速增长 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约为352.1万辆 同比增长1.6倍 2021年前11个月 欧洲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179.5万辆 同比增长75% 根据公开数据 2021年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62万辆 同比增长86.7% 新能源车一路狂奔之下 其对动力电池的需求不断扩大 而锂作为当前锂离子电池的核心原材料 需求量也节节攀升 标准普尔全球2021年12月发布报告称 由于锂的使用超过了产量 并耗尽了库存 随着需求进一步增长 2022年将出现锂短缺 锂资源的紧缺 令其售价也水涨船高 据悉 锂的早期价格只有3万元每吨 现已暴涨至33万34万元每吨 涨幅已达到10倍 公开数据显示 2021年 金属锂现货价格涨幅高达175% 而电池及碳酸锂均价涨幅 更是超过了418% 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统计 与2020年年初相比 主流3元锂电池正级材料平均价格上涨 108.9% 磷酸铁锂电池正级材料平均上涨 182.5%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董阳分析称 动力电池部分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供需失衡 原材料产量增加的幅度 跟不上新能源汽车增长的幅度 二是部分原材料主要依赖进口 我国材料行业缺乏国际定价权 三是部分原材料生产或涉及化学瓶管理 或能耗较高 政府审批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现在理价之所以大幅上涨 是因为市场供需平衡暂时被打破了 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动力电池专家认为 随着各路资本争相入局 快速布局开采 理资源的供应量将快速提升 其价格也将随之下降 事实上 国内动力电池头部企业 被理资源的争夺战早已打响 2021年7月到9月 宁德时代和干风理业围绕总部 位于温哥华的千席理业的收购 上演过一场截胡之战 去年11月 加拿大理业公司美洲理业宣布 将以更高价格收购千席理业 而加拿大理业公司美洲理业的大股东 正是干风理业 宁德时代最终也被截胡 一位接近宁德时代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温哥华的理矿项目 只是宁德时代海外产能布局中的一小块 宁德时代在很多国家都在做同步布局 近期 宁德时代正在准备拿下南美的一处理矿 与此同时 宁德时代在国内的理矿布局也在提诉 1月13日 由宁德时代100%控股的四川时代 新能源资源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经营范围包括选矿 矿物席选加工 金属矿石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等 2021年9月 宁德时代公告称 你在江西宜春投资 建设新型锂电池生产制造基地项目 已于2021年7月 与江西地方政府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为确保供应链安全和产品长期稳定交付 避免上游部分资源剧烈涨价的影响 宁德时代将对上游主要资源进行全面布局 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此外 一维里能、华油股业等企业均在积极布局里矿资源 日前 一维里能发布公告称 公司与蓝小科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里资源产业链进行深入合作布局 并积极参与西藏节 则查卡盐湖里资源的开发利用 不仅如此 一维里能还宣布竞拍取得新华里延 35.2857%股权计合计 直接持有新华里延49%股权 而华油股业宣布拟以4.22亿美元收购京八部为前景 里矿公司100%的股权等 在政策层面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 义司副司长郭守刚 日前表示 下一步 工信部将统筹提升关键资源保障能力 加强与青海、四川、江西等省市沟通协调 推动加快国内里资源的开发 根据信达证券的里工需测算 预计2022年里资源供应增量 约17.7万吨 若假设全球新能源车产量增速为50% 则全年供需维持仅平衡状态 崔东树认为 里矿资源的加速开采 会使得里产能逐步释放 当前里资源紧缺的局面将逐步得到缓解 里价也将随之下降 2022年 里的价格还将迎来小幅增长 预计到2023年 其价格将逐步下降 到一个市场可以接受的价位 崔东树表示 在董阳看来 部分原材料大幅涨价 将成为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大难题 如果处理不好 很可能会遏制 甚至逆转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 董阳分析称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期 是由财政补贴培育而成 市场不接受新能源汽车 价格明显高于同等级传统汽车 新能源整车涨价空间极小 如果电池涨价幅度超过新能源 整车企业可承受的程度 极有可能出现两年前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下降的局面 据成联会方面预测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在2022年 有望突破600万辆 市场渗透率在22%左右 按照当前市场对新能源车销量预期 以及中油企业出货量规划 2022年产业链发展的最大短板 或是李资源信达证券方面表示 动力电池行业专家杨伟斌认为 李资源价格的持续上涨 将增加动力电池生产成本 如此或将倒逼市场寻求替代 去开发一些尽量少使用李作为原材料的车型 以达到降本效果 这样一来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增程式车型 传统混动车型等技术路线将得到快速发展 杨伟斌表示 市场需求下降后 李资源价格也必然会下降 但崔东树却认为 当前李资源价格暴涨主要是因为2021年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大大超出预期 库存不够所致 这不会是行业长期要面临的局面 后期 新能源汽车增幅将逐渐放缓 而市场里矿资源开采体量也将逐步增大 市场供需逐步达到平衡后 李资源的价格就会降下来 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动力电池行业专家 也表示 目前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只是暂时的 并不能影响到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的改变 国际能源署预测数据显示 受下游市场需求的推动 仅靠现有和在建的李矿生产项目 到2030年 全球将出现约50%的李需求缺口 短周期内李资源确实会比较紧张 这与芯片供应紧张同一道理 但肯定不会长期紧张 一位动力电池头部企业的相关负责人称 短周期内 解释 解释 感谢观看